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就中国在东海开发游戏田表示非常遗憾 日媒惊呼东海或将成中国的海 中国反对日本单方面划定所谓中日中间线 日本海不是日本的海 但借地理位置由于他国优势 设重兵把守海上门户 常年监视过往公共走廊的外国舰团 韩国政府正式允许朝鲜女卒来韩国 参加本月20号在首尔举行的2013年女卒东亚杯比赛 朝韩体育交流能否促进冷却的南北关系出现缓和 泰国僧人炫富被调查面临贪污洗钱指控 一旦证实将被逐出国门 随着寒流热潮的不断升温 韩国商家宰客现象理见不鲜 各位好 这里是正在直播的今日亚洲 欢迎您的收看 临日来 日本媒体和政客不断的炒作 中国在东海开发新油气田一事 误称中国违反相关共识 5号 日本首相安倍晋三再次提及所谓的中日东海中间线问题 并对中国正常的海上活动表示非常遗憾 安倍晋三在5号晚间的富士电视台卫视节目当中 再次提及中国在东海所谓的日中中间线附近建设新油气田开采设施一事 当天共同社还发表题为中国在东海开发油气田日本无计可施的文章 文章指虽然日方已经向中国提出抗议 但是中方的天然气开采丝毫没有停止的迹象 文章还夸张的说 由于钓鱼岛问题引发了日中对立 目前日中两国间的对话渠道遇阻 日本无法阻止中方在事实上将该区域变成中国之海 本月3号 日本内阁官方长官菅义伟在记者会上称 中国正在东海中日中间线附近中方一侧建设疑似用于开发新油气田的开采设施 并提出所谓抗议 中国外交部发言人华春莹 3号针对日本抗议回答称 这是在本国管辖海域进行开发活动 无法接受日方抗议 中方是在中国自己管辖的海域进行开发活动 这个是无可非议的 这个中间线是预发单方面声称的 中方也从来没有接受过 有中国法律专家指出 在东海化界问题上 中国政府历来主张 中日东海大陆架和专属经济区的化界 要考虑到中国大陆的自然延伸地理特征等因素 以冲绳海潮中间线为界 划分两国大陆架 事实上有关日方一再宣称的中日中间线 以及东海油气田问题 中国外交部多次向日方严正声明 所谓的中间线是日方单方面的主张 中国从来没有接受过 今后也不会接受 同时中方也不会接受 以中间线为前提 讨论共同开发 那这一次中俄在日本海的军演 引发了日本的高度关注和诸多的猜测 日本媒体惊呼 这是中俄第一次在日本家门口进行的军演 日本自卫队不仅是派出了多架军机 在附近的海域实施24小时警戒飞行 甚至还做好了出动战机 拦截和侦察机的准备 然而这种夸张的应对态势的背后 却是一种把门人的强盗逻辑 日本海并非是日本的海 它是由俄罗斯朝鲜韩国和日本四国环抱的半壁海 分析人士指出 就通向太平洋的公海而言 日本的地理位置使其明显优于俄罗斯韩国以及朝鲜三国 只要日本把控住日本海两头的宗谷海峡和对马海峡 其他各国都别想借到日本海 而这两个海峡恰恰是国际公认的各国均享有航行自由权的公共走廊 中国海峡位于日本北海道和俄罗斯的撒哈林岛之间 俄日本海和俄霍斯克海的要冲 它是日本通向太平洋的北方出口 也是俄罗斯太平洋舰队出入太平洋的重要通道 对马海峡是朝鲜海峡的一部分 位于日本长崎县对马岛与伊齐岛之间 日本海上自卫队的佐世宝基地就位于对马海峡的出口处 那可谓是重兵部署 军事专家称这是为了战时能控制和封闭对马海峡和金青海峡 金青海峡位于日本北海道与本州岛之间 与中国海峡朝鲜海峡一同构成日本海出入太平洋的三大海峡 被称为东北亚海上三门户 事实上日本从来没有放松过对公共走廊的监视 共同社三号援引日本防卫省综合幕僚监部消息称 中国海军七艘舰艇当天凌晨通过对马海峡 日本防卫省称中国海军舰艇上一次通过对马海峡是在2011年的8月 与此同时派出P3C巡逻机监视穿越中国海峡的俄罗斯军舰 对于日本海上自卫队来说也是家常便饭 有分析人士指出事实上面对在这个公共走廊 部署了各种军事装备的日本 所有的过路人实质上才是最大的受威胁者 另外日本朝日新闻6号报道 日本绑架问题担当向古乌龟斯将作为首相安倍晋三的特使 从8号起对蒙古国进行为期4天的访问 7天将会参加蒙古国总统的就职仪式 这是安倍政府拉近与蒙古国关系的最新动作 蒙古国总统俄罗贝格大尔吉顺利连任 就任仪式将于10号举行 古乌龟斯将作为安倍晋三的特使出席 转教安倍的亲笔信 表达深化两国关系的意愿 并向与朝鲜有邦交的蒙古国 谋求解决所谓日本人遭绑架问题的侧命援助 今年3月安倍刚刚访问过蒙古国 这是近7年来日本首相首次访问 按照朝日新闻的说法 安倍此行有两个意图 一是获取能源 二是对崛起的中国进行牵制 上世纪90年代以来 日本已成为向蒙古国提供最多发展援助的国家 目前日本国内要求积极投资蒙古国资源开发 与中国和俄罗斯争夺影响力的呼声日渐高涨 日本新华侨报评论称 安倍外交政策越来越表现出 画圈外交 吃醋外交等特征 该报5号在题为安倍外交虽异彩分成 但错在出发点上的文章中指出 安倍晋三重新就任日本首相半年多来 其密集出访程度堪称日本战后首相之罪 仔细观察安倍的出访之旅 其所到之处或明或暗都要抨击中国 地点大多是围绕着中国周边的国家打转转 安倍显然是希望让这些周边国家提防中国 打造一个对华包围网 本章称除这种画圈外交之外 安倍外交还有一个特色 那就是吃醋外交 无论是在缅甸加快投资 还是对于非洲生怕投资落在了中国之后 安倍的这些外交特色翻映出日本的一种迷茫和彷徨 一种心理顿挫后的困惑 眼看着邻国中国的崛起 日本却有一种不知所措 搞起外交来 由此疾病乱投医 只要是能够遏止中国的 日本就干 这种外交出发点的错误 既不利于中日关系的改善 最终也无法继不提升日本的国际地位 我们继续来关注中俄海上联合2013军事演习 今天是演习的第二天 中俄联合指挥部对演习作战任务进行了部署 双方各舰艇编队边队指挥员正加紧时间推演戏化作战方案 与此同时 与此同时今天也是中俄舰艇开放日 以及现代化的武器装备都给俄海军官兵和当地市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连眼间隙 我们的舰艇对俄罗斯市民开放 可以让俄罗斯市民更好地了解中国 了解中国海军 从而加深对中国海军的认识 终尽两国的友谊 俄罗斯海军太平洋舰队旗舰马良格号导弹巡洋舰的开放 也同样吸引着大量的市民和华人华侨前来参观 许多军事发烧友还不远万里专程从中国赶来观看 俄舰军官的介绍 让他们感受到了马良格号导弹巡洋舰先进的武器装备和战斗性能 好 目光再转向朝鲜半岛 朝鲜和韩国6号在朝韩边境法门店朝方一侧的统一格举行工作会谈 据韩联社报道 双方在开城工业园区问题上仍然没有迷合分歧 据韩联社报道 韩方在会谈上要求朝方就韩国企业因朝方单方面行动而受到损失 采取负责任的态度并承诺防止类似事件重演 韩方提出需要尽快的转移园区内的物资 但是朝方就韩方提出的要求并没有明确发表立场 朝方在主旨发言中则提出先对有关企业检查设备的问题进行磋商 朝方强调需要尽快重启开城工业园区 开城工业园区是朝韩自2005年起开展的经济合作项目 朝鲜于2013年4月3号单方面宣布关闭园区之后 双方一直未能达成协议 园区的韩方人员从4月26号到5月3号期间已经全部返回韩国 长时间的停工是韩方企业遭受严重损失 据韩国统一部统计仅直接损失就已经超过了6亿美元 约合人民币36.8亿元 就在朝韩举行工作会谈的前一天 韩国政府正式允许朝鲜女卒来韩国参加本月20号到28号 在首尔举行的2013年女卒东亚杯比赛 朝韩女子足球赛让外界猜测冷却的南北关系是否会出现谎课 据KBS报道朝鲜女卒团队包括21名选手15名高层管理人员等共36人 他们将于等于18号抵达韩国 21号与韩国队举行比赛 25号27号与日本队和中国队对战 另外41名旅日朝鲜人的拉拉队员也将来韩为朝鲜女卒加油打击 目前韩国外交部正在处理相关的入境程序 这是朝鲜运动员自2009年4月参加南非世界杯预选赛之后 时隔4年多再次访问韩国 韩联社分析称韩统一部于5号 也就是韩朝工作会谈举行的前一天允许朝鲜女卒访韩 可能与有望改善韩朝关系有关 朝鲜女卒是目前亚洲女子足坛的顶级球队 以拼抢凶狠穿透能力对抗能力强而著称 曾经斩获2002年2006年亚运会冠军 以及2001年03年08年女子亚洲杯冠军等辉煌的战绩 我们再来看据俄罗斯媒体报道 近日俄罗斯首都莫斯科东北部发现了一个自制炸弹实验室 警方在采取突袭行动的时候将犯罪嫌疑人当场逮捕 并在房间内发现了炸药雷管和部分化学制剂 俄罗斯警方的抓捕行动录像显示 本月3号俄警方采取突袭行动 破门进入犯罪嫌疑人的房间并当场将其逮捕 莫斯科共青团报报道称 嫌犯现年38岁 名叫伊格尔普扎诺夫 此前是一名律师 曾担任一家石油钻机生产公司的主管 并运营自己的律师事务所 由于警方在其公寓中发现了炸药雷管等危险品 抓捕结束之后 这状12层高的建筑被迫进行了全员疏散 此外 嫌犯房间内还发现了用于非法监听警方通讯的自制无线电 RT电视台报道称 嫌犯通过网络煽动其支持者对石油天然气站等地点实施恐怖袭击 根据俄罗斯的相关法律 普莎诺夫现在已经因为公开呼吁极端主义活动而被定罪 再来关注斯诺登 美国监控丑闻卸密者斯诺登在滞留俄罗斯机场十几天之后 逃亡之路突然是峰回路转 柳岸花明 5号 文内瑞拉和尼加拉瓜两个总统都表示 愿意为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 不过斯诺登能否顺利的抵达庇护国 仍然是一个唯一之处 北内瑞拉是传统的反美国家 分析认为总统马杜罗选择在7月5号独立日宣布这一决定 是想在国内和国际上进一步树立对美的强硬形象 另外 尼加拉瓜总统奥尔特加5号表示 如果条件允许 尼加拉瓜愿意为斯诺登提供政治庇护 但是他没有提及提供避难条件到底是什么 据报道 仍滞留莫斯科系列梅杰沃机场中转区的斯诺登 目前已经向27个国家提出避难申请 多数欧洲国家以及巴西印度厄瓜多尔等国明确拒绝了斯诺登的申请 尽管已经有两个国家表示愿意收留斯诺登 但是他能否到达庇护国还存在技术问题 理论上 斯诺登只能在进入庇护国境内或者该国驻外使馆内才能提出申请并接受庇护 但是目前的情况是 他没有有效的护照 没有办法进入俄罗斯境内的他国使馆 也很难登上离开俄罗斯的商业航班 据路透社报道 冰岛国会6名成员在收到斯诺登的申请后提出了一份提案 准备给予斯诺登公民身份 这样就可以避开申请政治避难者必须位于冰岛司法管辖范围内的限制 不过这一提案遭到冰岛国会的否决 再来看泰国 今年6月一段泰国僧人炫富的视频在社交网站遭到曝光之后 舆论是一片哗然 泰国特别案件调查司目前已经冻结了炫富僧人的41个资金往来账户 而证明违规滞留海外的僧人是否拥有妻子和孩子仍在调查中 在6月曝光的视频当中 本应一心向佛的泰国僧人不仅背名牌包佩戴奢侈品 甚至还搭乘私人飞机外出 虽然泰国四色局省一家寺庙确认了炫富视频当中僧人的身份 但是目前视频当中 名为威拉彭查迪扣的僧侣仍然逾期滞留海外 与此同时该僧人还涉嫌触犯佛教戒律 非法娶妻生子 泰国特别案件调查司正在等待法医报告出炉 一旦这一消息得到证实 威拉彭将被逐出佛门 在炫富视频引发的财产质疑方面 泰国司法机构发现 威拉彭与41个银行账户有不明资金往来 有关部门怀疑僧人威拉彭或许与金额巨大的洗钱案件有关 该僧人与亲属的车辆房产等都已经被列入调查的范围 此外泰国佛教协会表示 如果发现炫富僧人将信徒募捐给寺庙的资金 非法贪污为其个人资产 将对违规僧侣予以严肃的处理 作为传统的佛教国家 泰国全国有95%以上的人信奉佛教 僧侣也因此备受敬重 但是近来泰国却接连爆出僧侣涉嫌 强奸诈骗 吸毒 贿赂等丑闻 而近年来盛行的物质主义 在物质的诱惑下 居多僧人不再按于清贫的生活 出现了种种不当的行为 关注天气 雨季来临 韩国境内多个地区因为暴雨而受灾 暴雨后迅速上涨的河水淹没了电缆 韩国近日连续发布洪水预警 7月5号早晨的大暴雨 使光州市内的这条车道面目全非 已经分不清是车道还是河水 当地居民为此担忧不已 虽然这里是有井盖 但是已经被雨水淹没找不到踪影 因为排水量太少 下水井没能承受出如此大量的降雨 此外韩国光州和全罗南道 有2100多公顷的农田被水淹没 泥水从垮塌的排水沟进入农田 暴雨也导致城市里下水管返水 滑坡泥湿流等事故频频发生 画面当中 瓢泼大雨中 土石瞬间下滑至高速公路 一辆经过的车辆差点被掩埋 紧随而来的车辆只好紧急刹车 大型岩石和5000吨的泥土滑落在路面上 瞬间就造成了道路瘫痪 通往首尔方向的三条车道完全瘫痪 造成大约10公里的交通堵塞 针对频发的暴雨 韩国KBS电视台做了一个 关于人在不同风速雨量下行走的实验 实验发现当风速为每秒30米的时候 行人已经没有办法睁眼 雨伞起不了任何作用 而风速达到每秒50米的时候 健壮的南青年在这种情况下 已经没有办法正常的行走了 专家提醒驾车者 如果在降雨量达到每小时100毫米的情况下开车 驾驶时时速超过每小时70公里 就很难看清楚交通标识牌 专家同时提醒民众 在狂风骤雨来袭的时候 尽量不要外出或者是驾驶车辆 做好紧急避险工作 6号日本全国范围内气温上升 多地酷热难耐 345人中暑送医 而与此同时 日本西部日本海一侧 则出现了大范围的降雨天气 据日本气象厅的消息 受来自南方的高气压扩散 暖湿气流流入的影响 日本迎来了炎炎夏日 气温大范围上升 6号白天日本旗玉县雄谷市最高气温达到36度 新系县四渔川市 香川县三峰市的温度分别达到了35.8度和35.4度 而另外一方面受大气不稳定的影响 以日本海一侧为中心的日本西部各地普降暴雨 6号早上 左鹤县一万里市观测到的降雨量高达每小时67毫米 日本气象厅预计 太平洋一侧局部地区还将会出现雷雨天气 那随着寒流热潮的不断升温 到韩国观光旅游 受到了外国游客的追捧 但是一些无良的商家却给韩国观光泼冷水 在外国游客比较钟爱的韩国纪念品商店里 宰客的现象屡见不见 外国游客旅行团在导游的指引下 进入了这家韩国化妆品商店 游客们信以为真纷纷购买 但是事实上 这些化妆品在韩国国内根本就没有知名度 而在这家保健品商店 很多外国游客都慕名而来 购买韩国人参 但是就是这家生产人参的企业 曾在2010年因为涉嫌造假而被揭发 纸橘子果是韩国知名的保健食品 而同样是装有一百二十粒纸橘子果的产品 外国游客专用卖场上的售价 却要比一般企业生产的类似产品贵四倍多 商家们之所以这么漫天要价 是因为他们要给拉来游客的导游辛苦费 一逛纪念品商店为主的旅游线路 也让游客们叫苦不连 TBS指出 近首尔就有一百多家外国游客专用观光纪念品店 一些卖场的宰客行为正在毁掉 好不容易建立起来的寒流形象 据日本NHK电视台六号报道 日本厚生劳动省民调显示 六成日本家庭认为生活艰苦 而这一比例也是达到了历史第二高位 厚生劳动省表示 日本国民收入持续减少 已经超过十年以上 新亚洲闻天下 感谢您收看新日亚洲 明天同一时间 我们再会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